哎呦 刚刚快递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是到了个快递 我到物业来看一下 哎呦 马上圣诞节了啊 物业搞得也很漂亮了 看看放在哪里 哦 对 在这儿呢 之前我们在国外生活感觉到最不方便的就是不能淘宝和拼多多了 现在有了各种集运公司方便了很多 不过我用了好多的集运公司还是百事的感觉到最贴心 无论是在淘宝还是拼多多上拍下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发到百事国内集运仓库 再由集运仓库统一打包清关 接下来就直接在家里等到货就行了 整单物流都可以及时查看到物品到了哪里 而且小程序操作非常方便 我为大家争取到了重磅福利啊 首单连远起大家一定要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点击评论中的专属链接 只有一百份先到先得手慢无 Hello大家好我是肖云 今天我开着车不是出去玩的 今天开着车是看一个房子 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房子 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发了我朋友和我一个小区的那个房子吗 然后很多人看到了 看到了以后呢 评论啊什么的反应也很强烈 正好呢也被一个杭州的朋友看到 杭州的这位先生呢就跟我取得了联系 然后跟我说他这青蛮也买了套房子 是18年的下旬吧买的 买的然后就自己装修了一下 然后就来住了一周 住了一周不到 最多不超过十天 然后他就搬走了 就回杭州了 到现在一直没来过 说他这个房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委托着物业在那里帮他打理 他说正好在清白离我家不远 能不能帮他去看看 那我说行啊 反正今天我正好也没事嘛 我就开着车打算去看看 他的那个房子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位朋友的这个房子所在的区域是三甘喷 三甘喷在清脉应该是一个温泉所在的一个地段吧 其实离古城也不是特别的远啊 呃 但是这一块区域的话 就当地人都觉得 哎这个地方是属于是盛产温泉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泡温泉啊什么的 也会到这边来 我们先去看看他的那个房子究竟是怎么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车子就开到了三甘喷的这块区域 到了这块区域看到了吧 到处都是这种房产广告了 这个地方也是现在清白 算是在新开发的一块区域吧 这些新的楼盘啊什么挺多的啊 像行东啊什么 其实我估计我个人觉得都是没什么土地了 可以盖 这块区域的话现在新的楼盘还挺多的 哎这辆车真是 我在拍啥他在挡啥 哈哈 绿灯了我们继续前进啊 我们到了这个小区了啊 现在我们进门去看一看 哎呦这个大门还挺气派的啊 进门可能还要登记一下 啊 清迈的小区如果要进入一般你都是要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把证件押在这儿啊 像我们就驾照啊什么都可以押在这儿护照啊什么的 等你出来的时候就哎 你到哪家去做客哪一家就给你敲个章 然后你拿着这个敲过章的纸就能换回你的这个证件啊 啊这个也是一种算是一种安全措施啊 啊我到了这个office门口 然后这张纸要到这个office来敲个章 看看在不在联系人 你好圆圆在吗 哎你好圆圆是吗 啊这个给您敲一个章 啊这是他的房子是吗 是几号啊 111 哦111好的 我去找一下这里要签个字对吗 好嘞 嗯OK吧 我过会拿回来给你 然后你这个到时候给我敲个章 好的谢谢 好 好我们去看看整个小区的环境还是挺好的啊 蛮干净的 111 啊111我要找一下 哎呦保安也是一辆自行车踩来踩去的巡逻 这么热个天 哎呀踩自行车你说说那对啊 你看要这样一个三轮啊差不多 啊这边有个小花园 哎呦那他这个房子选的位置还挺好的 是啊就在物业中心的门口 这里就物业中心嘛 物业中心旁边还有个泳池 那他这个位置选的还真的还挺好的 是这儿吗 不知道是不是 错了不是那一家 拐出来了 哎 这里也在卖 门都破了 哎呦 哎 杂草丛生就是 人不住就是这样 这个草真的是比人还高 好了我现在到了他这个房子了 啊这个房子真的 哎呦这辆车这辆车他说他不是他的 是可能是邻居的吧 这个 这个 哪里还是个花园啊 这是个原始森林啊 这是 哎呦你看看这个爬山虎啊什么都爬满 他说 其实他这个房子两个月前还曾经让邻居来打扫过一次 你看两个月啊两个月没弄又变这样了 变成这么一个状况了 后面我们也去看一看啊 还有个后花园呢 后花园呢 后花园呢 这里是个后森林 是吧 不能叫后花园了 叫后森林 啊我们进屋去瞧一瞧进屋去瞧一瞧 钥匙拿到了 哦 门一开 哎呦不成样子了啊 全是全是地上也是这个样子 哎呀我了个去啊 这么好个房子可惜啊 真可惜啊 哎呀本来你看这种设计啊 你看刚看到的时候肯定是很喜欢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相当于是一个小天井一样的啊 做洗手间里这里还挺干净的 哎呀现在这个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我的个天呐 我的个天呐 那坐在客厅里 哎呦本身这个外头都是一个花园多好啊 完了这个水池也这样了 水池还在冒着冒着冒着泡呢 只有这 哎呀 真的疯了要疯了 这里倒是变成绿植了 感觉是绿绿的倒挺好看了 别有一番风味啊 这个地方你看草都长到门上来了 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房子其实它当时拿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啊 它也是个县房了 都已经买好了 哎呀我的个天呐 壁虎 哎呦一个大壁虎跑了 我靠刚才墙上跑过去 一个大壁虎 哎呦这儿还趴着一只壁虎呢 哎呦我的个天呦 哎呦装到空调里去了 其实它来的时候装修 其实说是都带装修的 但是在泰国的房子 无非就是说 顶是弄好的 地是弄好的 家具是要自己买的 然后灯都是这种桶灯嘛 也都是装好的 但是他们厨房是没有的 厨房他们是全都要自己造的 对于说是空的 肯定给你的时候就是空的 然后你自己去做那个走入室的厨房 柜子啊什么的都得自己装 然后二楼我们看一下 二楼我们看一看 上面也是 上面是两个房间 三个房间 这边是三房 三房 客卧 主卧 诶 那它楼下也有个房间 那这儿它算是四房 挺好的 是吧 挺好的 四房 诶 这儿还有个房间 家具你看看都是新的 什么都是新的 二楼好像比一楼感觉干净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储物间是吧 哦 那它有四房呢 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说花的价钱 哦 本来这个房子也挺有设计的 挺好看的 买的价钱说是六百万泰铢 六百万泰铢相当于是 一百二十万人民币吧 按照现在的汇率啊 然后他说他装修大概还花了 大概一百万泰铢 花了二十万 那搞好也要一百四十万人民币的样子 所以说房子还是一定要有人住 他当时跟我说 他买这个房子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国内也是做互联网工作的嘛 做互联网的工作 他只要是有网络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其实他都是能工作的 然后呢到了泰国以后来来回回来了很多趟 18年之前几乎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就特别特别喜欢清卖这个城市 然后当时这个开发商他看到了这个新房子 你看从外观看很漂亮啊 看到了以后他就直接就买下了 他说跟杭州的房子一比这个 就跟白送一样是吧 一百来万块钱 杭州你说花个一百来万啥都买不到 当时就直接买了 买了以后就是整个的一个装修过程啊 他也是往往返返的 就是回到国内 然后过个一个月或者过个半个月 他说他一两个月期间 他是往返了大概四五趟 可能也就是一两个礼拜他就来一趟 一两个礼拜他就来一趟 然后看看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过程 而且装修不便宜 他说他的墙纸啊什么呀 很多都是从国内直接自己一趟趟带过来的 在这儿买 他看到了超市里的价格 包括那些都觉得买不下手太贵了 所以他还是自己带来 这样七搞八搞搞完以后 也就是在19年的初 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 也到这儿来住了 住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然后就回国了 回国当然后来大家也知道了 碰到了疫情对吗 碰到了疫情 然后他也就没过来 没过来 然后去旁边 他说旁边那个邻居还是个上海人 偶尔的让他们来打理一下 然后钥匙交给物业公司了 希望物业公司本身是能帮他租赁 或者是怎么的一种方式 但是物业公司你也知道的 他不会主动的出击帮你去问 这个房子有没有人要 就是有人来问了 他可能推荐一下 那时间一长了 你看看都这个样子了 那你说要人租肯定也没人要了 对不对 所以泰国的房子过后 我在出去的时候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有人住的和没人住的 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像这样子 邻居上海人已经算帮他把院子处理过来 你看两个月又变这样了 那你说让邻居天天来帮你除草 也不可能 对吧 所以看看的话 长期有人打理的房子是怎么样 没人打理就是变这样 看看这边就是属于有人打理的房子 这些我看着还是空的 那应该是小区还没有完全的卖完 这些应该是新开出来的牌 你看这边还在继续盖 然后广告也都打在这 像这一间我感觉也是属于没卖出去的 没卖出去的话 那就是物业公司在这打理 所以看上去就特别好 你说这样一通房子 看着谁不喜欢 你说一百多万 对吗 谁不喜欢这样的一套房子 但是当你真正入住了 入住了以后 你长期的居住在里面倒没问题 但凡你如果不居住 那就是刚才的那个样子 就是刚才那个下场 你看这个草坪多好 我相信他买的房子的时候一样 也是这样的草坪 房子也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里面结构啊什么其实都挺像的 可惜现在的这个房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壁虎都成堆了 你看我车子开出来啊 又是一间没人搭理的房子 一点都不亚于我朋友的那个房子 刚才让我看房子朋友的房子 也一样 哇 它的这个草长得更是茂盛 对啊 生命力是真顽强啊 哎 你看这泰国的收垃圾的车 基本上每个月或者是每周 应该是每周不是每个月啊 每周都会定期的 会来每家每户来收垃圾 你垃圾就放在门口装好垃圾袋就可以了 所以啊 泰国的房子看到了吧 就是装修 不是装修啊 就是你住和不住 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再回到售楼出来拿这个 然后把钥匙还给他们 还钥匙 然后拿这个 可以了是吗 好吧 现在还有房子卖吗 还有 我看一下 啊 A B 啊 这里就是 那是第四期 然后这第三期 第三期 第四期 蓝色的是还有还是 那红的呢 红的是200平米的户型 哦 是币的 200平米的户型 像这样200平米是这个币吗 啊 对 200平米指的是什么 是土地吗 使用面积 啊 就土地面积 还是房子里面的面积啊 房子里面的面积 房子里面的面积 像这套房子要多少钱啊 那套这套500多万 500多万泰铢 500多万泰铢 哦 哦 还有楼书 500多万泰铢 你看看这样的房子 看着会不心动吗 肯定心动啊 就是已经都在后面了是吗 是不是现房了 已经是现房了 你可以进去看 没关系了 就不看了 因为我朋友那个房子 我刚看过嘛 啊 因为我看看还挺漂亮 小区环境啊还是挺漂亮的 还有一个户型 这个是185哦 对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400多万 400多万 500多万 其实也就差了没多少钱 其实 但是实际面积也就差了20个平方啊 啊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从搜楼处理出来了啊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过了 房子本身其实价格也不贵 而且又很漂亮 我想表达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好多人啊就是 到了这个地方看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这么好的环境 忍不住的冲动消费 想要买一个房子 觉得哎呀这个价格我能承受得起 但是我要奉劝大家一句话呢 是什么呢 大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对不对 也都是大家省吃俭用赚出来的 那么赚出来以后 你说买下这么一栋房子 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 那是真的是享受生活 对吗 不是说我花了这个钱 我买了这个房子 到时候你真的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心病 就很麻烦了 是真的就包括我杭州的这个朋友 包括我自己的那个 我小区的那个朋友 不是说他们花不起这个钱 对他们来说拿出个几十万 拿出个一两百万 买套房子 都不是什么太贵的事情 但是现在就都变成了一个心病 大家花钱花的开心嘛 花钱主要要花的开心 对不对 你花在开心的地方就对了 你结果买了个房子 变成个心病了 你去花这个钱干嘛呀 是啊 行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也回家了 拜拜